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ipple公民新闻报 嘉义梅山香的太平云梯 九月正式开放启用 这座全台湾海拔最高 也是最长的景观吊桥 可以眺望迦南平原的美景 吸引许多人前往 嘉义梅山香太平云梯 启用后成为台湾最高最长的观光吊桥 海拔高度1000公尺 目前门票部分仅开放游客 网络预约购票 至今开放数日 已吸引许多民众登梯上镜 很棒啊 走在云端 很玩孔 脚都软了 这边海拔好像比较高 所以风景很漂亮 而且它整个旁边的山很漂亮 然而根据过往经验 同类的设施在热潮退烧后 常沦为乏人问津的文字桥 面对这样的常态又该如何因应 事实上太平社区这边本来就属于一个风景区的部分 之前云地还没有建设完成的时候 之前就是我们这边因为气候比较凉爽 跟渭海拔1000 所以跟平地的气候差 温度差至少只有6度以上 所以夏天的话 这边属于风景区 很多民众就会上到山上来避暑啊 因为这边的气候很凉快 现在是因为附属了太平云梯的关系 可能观光客人数会是更增加一些 原则上我们当然是以太平云梯来带动 我们周边的一些社区的一个发展 其他的景点的一个发展 而不说单单只靠这个太平云梯来做这个营运的一个对象 拥有特殊的气候环境和地理位置 期望能以云梯为中心扩展到周边的特色村落 至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仍有待时间的考验 台北市松山社区大学有一个易检社 社员经常受邀到各安养中心社福机构 替有需要的民众检法打理门面 参加的社员表示自己有一技之长 能够帮助别人是很开心的事 他们是一群有爱心肯付出勤奉献的人 在社区大学跟老师学了手艺 想贡献社区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六年前组成了社团 开始积极为社区服务的一群人 以每三个月做一次循环 照顾社区的一群人 由默默地在学校学以致用开始 逐渐向外扩展服务 随着长时间的耕耘 在台北市已渐渐享有能力 许多活动的主办人 都不约而同地找上了他们 尤其是弱势团体 一年三节他们总是常客 很开心就是 第一个可以带一些朋友伙伴 出来就是都能做志工 而且是一个属于专业的志工 那他们有成就感 因为一般这东西大家都可以做 可是你有一个专业技能 那可以帮助别人 也可以当做志工 这样子就觉得 他们很有成就感 我也很有成就感 疗养院 老人院 哪里有需要 他们就会在哪里 他们是松山社区大学 爱心一检设 他们主动关怀社区 推动服务 以服务社区为中子 不辞辛劳 不予以利 有爱的一个团体